第一次接触到中学高时 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逛便利店的时候扫了一眼冰柜 嗯 这个包装看着不错 应该不会很甜腻 纯纯的牛奶味 是我此刻想要的味道 收款13元 我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本期视频我们选取了8款网络上 较为热门的所谓网红款牛奶雪糕 从口味品质用料的角度 来平息它们之中 有哪些是值得你在炎热的夏天 买回家试一试的 首先要明确一点 雪糕冰棍冰淇淋是三种不同的冷饮 根据国标对冷冻饮品的分类 冰淇淋和雪糕的原料基本相同 差别仅在于几道工序 以及冷饮中是否混入了空气 而棒冰相对来说就比较粗犷了 常见的冷饮配料为牛奶饮用水 吸奶油 糖以及各种添加剂 在配料表中越是靠前则占比越多 以牛奶吸奶油为主要用料的雪糕 相对来讲成本会更高 用料会更好 从这点来看 巴西为青形全乳脂冰淇淋 前两项为生油乳和吸奶油 用料非常好 俄式奶醇为半乳脂冰淇淋 低位同样是生牛乳 而广受好评的光明冰砖 由于乳脂含量过低 仅为直指冰淇淋 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呢? 值得注意的是 它与俄式奶醇都含有植物油 但并非氢化植物油 三款雪糕里 中雪糕特牛乳和中阶1946 前五项基本相同 牛奶和吸奶油占据主体 相较于中雪糕青牛乳 没有添加饮用水和过多的添加剂 相对来说 称得上是用料扎实 两款冰棍的主要成分 均为饮用水 白砂糖 奶粉和奶油 并且添加剂含量较多 既然这些雪糕当中都添加了牛奶 那么蛋白质含量 同样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 实际上 去年底就有一批雪糕 被检测出蛋白质含量不合格 因此我们将这些雪糕都送入实验室 检测它们的蛋白质 是否存在虚标的情况 结果中显示 中雪糕 中阶1946 马迪尔 三个网红品牌排在前列 除了东北大阪 其他雪糕均符合国标规定的 允许误差范围 而东北大阪则出现了虚标的情况 实际蛋白质含量仅为标称值的一半左右 目前看来 中雪糕 中阶1946和巴喜 这三个品牌的用料和品质排在第一梯队 盲民测试召集了14位志愿者 对8加1款雪糕进行品尝并且打分 引入了大家都熟知的小布丁作为参考标准 分别从甜度 口感 奶味等角度 平息这几款雪糕 中雪糕的两款包揽了两项第一 线下渠道款的青牛乳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普遍反馈是吃起来就觉得很贵 牛奶味很重 而特牛乳的反馈较差 说是像旺仔牛奶的味道比较腻 评分出乎意料地垫了底 马迪尔排在第二 盲评过程中 凭我多年吃汉温达斯的经验 这个一定是中雪糕 它的味道与中雪糕青牛乳十分接近 蒙牛俄式奶醇排名第三 各项数据都很突出 特点是口感非常绵软 像奶油 空气感比较强 一次性吃一根可能会觉得腻 排在第四的是光明冰砖 口感偏软 较为醇厚 中阶1946则是甜度较低 奶味尚渴 其他方面并不突出 缺点在于竹制的雪糕棒 会稍稍影响味道 同分还有大众评价较好的巴西 也许是切块盲瓶 并不适合合状的米其林 少了些许的仪式感 比较清爽和绵软 但整体评价靠下 东北大阪原味奶口味的表现不佳 反馈是有冰茬的口感 奶味较淡 其中掺杂了一点水果的味道 像是菠萝又像是榴莲 那么好吃的雪糕含糖量是否更高呢 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 这八款雪糕当中 含糖量最高的是东北大阪和马迪尔 中雪糕和巴西含糖量较低 综合用料和口味盲品的结果 我们推荐如下几款雪糕 其中线下渠道款的中雪糕青牛乳 口味用料都很好 线上款特牛乳评价一般 并不推荐 根据我们小伙伴们的反馈 中雪糕的其他口味谨慎尝试 有采雷的风险 评价推荐大家选择光明冰砖 价格在3.5到5元之间 味道很好 而且脂肪含量和热量相对较低 缺点是吃起来不太方便 猛牛和试买唇 留售价在3到4元 品质和口味都很不错 也是推荐购买 最后补充一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 我们的推荐仅能作为大家的参考 打开电商平台 你会发现 大部分雪糕的单只价格 都涨到了4-5元 中雪糕 中阶1946 马迪尔等网红品牌 直接冲着20去了 而中阶1946此前的操盘手 正是中雪糕的创始人林盛 有报告称 他也在早期为马迪尔做过包装营销 可以这么说 林盛与国产雪糕卖的这么贵 有着很深的 嗯 渊源 那么到底为什么雪糕越来越贵了呢 它的成本主要包括冷链月输 生产成本以及市场营销等等 如果是网购雪糕 你会发现 油费竟然高达30块 冷链月输的物流成本比普通要高出40%-50% 纸箱 泡沫箱 冰袋 保温袋 这些也都是实打实的成本 从生产成本上来看 雪糕的原料主要是奶 糖和巧克力 近几年这三种原料价格 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上涨 随着消费升级的趋势 厂商也想尽办法在原材料和新奇口味上下功夫 更丰富和高端的原料 利于抬高价格 更容易让消费者们为高价买单 这也是网红雪糕们的财富密码 以中雪糕为例 曾宣传过的原料就有 吐鲁番特级红蹄 日本首北抹茶 厄瓜多尔的天然粉色可可等等等等 然而两张来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罚单 坐实了其虚假宣传 中雪糕的好原料故事讲不下去了 根据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 一款再好的雪糕 全部添加纯的奶油和牛乳 其生产成本可能也就是三到四元 因此原料成本并不会直接影响到 网红雪糕的高定价 砸钱营销才是成本里的大头 定制联名款雪糕 有针对性的组织KOL种草 一篇接着一篇的软文推广 冲刷着你的社交圈 这些都不算新鲜 6月16号 这个称得上是翻车的热搜 都带着一点点黑红的味道 往前推一个月 原生资本 万物资本等等 帮助中雪糕完成了两亿元的融资 往后推两天 中雪糕声明爱要不要为恶意剪辑 并且悄悄夺下某平台 618冰品类销售桂冠 只是没想到随着舆论的发酵 早期虚假宣传的事情 被网友们扒了出来 这才紧急发布了道歉声明 客观来说 卖的贵不是错 只要不是抢买抢卖 大家也乐意为了 拔草长鲜而套钱 但是虚假宣传是原则性的错误 道歉并不能解决问题 被罚后既没有真的去使用相应的原材料 也没有调整价格 只是删去了夸大的宣传词 营销不寒碳 溢价也不违法 但对于雪糕这样的日常消费品来讲 本凡认为 只有做好品质 做好口碑 真正的尊重消费者们 才能让民族品牌 蜕变成为国民品牌 如果没有 质优价廉的产品作为支撑 仅靠着国潮 网红 高端冷饮等一系列的标签 和歇斯蒂里的营销 最终只会是昙花一现 以硬核态度做有料评测 这里是皇家评测 这里有一群专注 有趣又认真的小伙伴们 在等着你 我是依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